创意吸睛 文艺飘香 文创百宝香 文艺飘香 文艺飘香 这个台湾全国首创的 这个动画故事馆 在新北市 那么以港台文化交流 为主的香港州呢 那他们就想说 这个idea呢 是不是适合在 府中15动画故事馆 怎么被发现的 他们也是经过一些文献资料 就查一下资料 就发现 我们的馆设可能跟他们的合作 就是议题主题是非常详尽的 所以他们就来找 跟我们中心做 他们香港艺术中心 跟我们合作 那因此就开启了跨域合作 那今年呢 就是第二年 去年的时候呢 就是 是以静态的展示 那就是香港跟台北的漫画家 展现出他们对港台两地的 文化记忆印象的交流 那今年就不一样 那今年呢 就是 我们就说改成以动态 因为我们有纪录片放映院 那么是否能够把动画的作品 港台两边的成果的作品 在府中15来呈现 是 其实这边我们进一步 跟听众朋友做一下分享 就是其实香港政府 也非常重视动画产业的发展 也有政府的支撑 在台湾相对 我们也很重视 在学校也有相当多的 可搬出身的专业人员 陆陆续续在这个市场上 来发挥他们的一些创意 那么我想呢 有这样子的一个机缘 特别是在新北市 能够在这么的年轻的一个 放映的一个场所里头 搭起台港之间的桥梁 真的是很不容易 只不过说 去年的静态的一个 可能一个欣赏啦 或者是了解 现在变成动态 我们要精选什么样的 动画影片呢 谢谢动画影片 大家会觉得 这几年好像比较精彩一点 其实上台湾也有 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那你们在今年 为我们的动画迷惑 民众挑选的这个动画影片 大概是以什么样的思维 或说以什么样的一个主题 做发想来挑选 好 那就让我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台湾跟香港地区的文化背景 其实不太一样 可是我们会发现很有趣的是 彼此之间的文化是持续不断的交流 跟互相影响的 好 那从动画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比方说像我们这一次选出来的长片 七彩卡通老夫子 就是老夫子系列 还有七彩卡通老夫子 水浒传 大家想到老夫子 自然而然就想到 这就是香港的最经典的代表作 那么可是在这个七零年八零年的时候 台北等于是在动画的技术上 跟工作人员上 其实是相当有强的背景跟实力 所以这一步呢 我们可以正确来说 真正的制作班底是来自台湾 它这个是很经典的港台合作 那除此之外呢 更有趣的是 我们把时间慢慢的往九零年代走的时候 那我们会发现到 像我们现在知道 25号金钟奖要颁奖典礼 那很有名的导演王小蒂老师 他的那部魔法阿嬷 他也会做动画 他用动画来呈现 城乡的差异 隔来的教养 民俗跟成长的议题 但这支片很特别的是 它是首部在香港供应的 台湾动画长片 那当然更不用说 像余维正老师 他是整个台湾发展史 重要的一个就是活的政见 那他自己本身也知道了 有漫画改编的 牛泊泊与牛小妹大破钻石城 还有很久没有公开出现的清秀山庄 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台湾动画 这些早年前辈们的实力 那么从90年代之后 台湾呢开始就是正式动画教育 那台湾三所的艺术大学 像国立台湾艺术大学 国立台北艺术大学 以及国立台南艺术大学 他们都各聘请国内外重要的专家学者 进行深更的动画人才培育 那么在今年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哇这个新一辈的动画人才开始出现了 那像比如说 石昌杰老师 他的服务中导 这很特别 他是用不同世代的台湾女性为主角 他透过历史事件来影响下 来陈述就是说 台湾那个家族变化 那他的技术上 像2D 3D动画表现 用这种方式去呈现 这一段人文历史的情感 那更精彩的是 像比如说 那个在动画的那个立体 我们说一定个动画方式拍摄的立体动画 那在台湾来说 经典代表的就是梦游动物园 甚至更是在这个3D创作上 今年又得到36届金岁奖入围 即电影短片辅导金城国展的古 黄世明导演等人 这些新一代新锐的动画创作 不断的发展出来 而且这些创作也带动了香港这边 让他们也看出说 台湾在后期新锐上 不仅在题材上 或是创作上 甚至在技巧上 已经产生出相当多相当优秀的作品 也带动了香港这边的东华的一些激励 以及鼓励还有热情 分享了这些影片 有些人可能已经有欣赏过 有些人可能听过 但是还没有机会去看一下 所以从这些影片 我们可以知道说 它是横跨半个世纪 从70年代一直到最新的 不但让我们看到时代的缩影 也展现台港两地 不一样的文化风格 以及创意 不过总共有几部片 你们在选这些片子的时候 会不会相当挣扎 有这么多的片子 可以来呈现在国人的眼前 是是是 对因为实在是好片太多了 易珠之汉有 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 香港艺术中心 也有跟我们腹中事务讨论 那我们该怎么样选一些 具有代表性的 那所以当然也有很多好的 由于腹中事务之前 有时尚杰老师 以及于卫正老师 策划的话 实在我们已经事先放过 那么从这里面 再选出一些经典性代表 像港台合作 我刚刚讲的老夫子 还有台湾早期 就是代表做的 牛伯伯牛小妹 清秀山庄 还有甚至相当近期的 王小弟老师的魔法阿嬷 以及新锐导演 那么从世代间的交替 还有港台间交流的合作 以及第三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现代人 关心的议题 还有我们对于人 以及自我的想法 以及深层的思考 是否这些东西 可以带进我们整个社会文化 一股新的力量 还有新的气息 甚至不是那么的严肃 而却又一种轻松的 有趣的 这样如清风一般的带进来 用不同的视野 那打破让大家以为说 动画是不是只是 一个小孩子的玩意 是不是 它背后其实融合了技术 以及艺术 还有故事 还有想象的一个 很美好的艺术作品 而且是让大家可以欣赏的 没有错 寇静时代的脉动 在不同年代 我们有不同的 故事主轴铺陈出来 现在也有些想象的空间 你最难得的是 透过动画这种 比较轻松的一个方式 去带传达一些 严肃的省思 不会让你觉得很有压力 当然也看到了 像刚才 专有你所提到 现在有2D 3D动画 这是在科技上的一个繁星 所以是非常的难得的 那么台港之间 有这么密切的一个互动交流 民众或动画迷 通过这些活动设计 有没有一些进一步的交流 可以的 我们除此之外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专题的讲座在福中实物 那我们也会请 国际台北艺术大学的 史明辉老师 那他来为我们专题讲座 那透过讲座的形式 这是可以跟面对面 跟专家导演直接去谈 那此外呢 我们也会在 我们动画故事馆的脸书 上面会随时追踪动向消息 那甚至 我们也会在福中书动画故事馆 后续开设一系列的 跟动画相关的展示 还有那个工作方 以及教育课程 慢慢慢慢一步的 不仅是推广 而且加深大家 重新看待漫画 在二十一世纪 一个很重要的影视文化 总欣赏解构到学习 希望这个产业能够 有进一步的动力 推出更多 令人赞赏的作品 台湾有这样发言 那相对的 在香港那边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平台 来放映台湾的 这些非常具有特色 代表性的作品 有 他们跟我们提 就是接下来 他们会在 他们的动漫基地 就是说这边展完之后 他们会移到 动漫基地那边 继续后续继续展 他不会只有这一次就结束 因为是港台交流 是 我想多一些平台的话 后端的产业部分的话 才有驱动的动力 对 好 那么谈了这么多 未来我想新北市跟香港 应该还是会有这样的想法 再推出一些相关的活动吧 是的 否则我们动画面 可能会有点失望 是是是 会会的 我们现在也正在 跟香港艺术中心接洽 因为香港州呢 其实他们在台湾 是第三届 那跟新北市政府 就是合作了两年 那我们这两次合作 愉快也相当的成功 那么我们已经开始在谈 明年我们是不是 还有一些新的东西带进来 那目前我们预计 朝向一个更专业化 更广度的就是 试着把纪录片 也就是动漫的纪录片 把它带进来 让大家更了解 这个动画动漫制作的 后面背后一系列这些专家们 他们如何去制作 以及他们有哪些感情的故事 呈现出来的作品 绝对是又能够讨演星星 又代言休闲娱乐 可是它又是有一个 有深度的文化 这样子 所以就是我们明年预计 往这一方面来策划 目前在制作中 或者手边已经有这些 非常难得的纪录片的作品 那就让我们先保留一下 卖个关子 其实我想大家会非常的期待 纪录片很显实 就是说故事 但是我们怎么样透过 这个科技的界面 它有个想象的空间 也展现新时代的一种生命 我想这是非常难得的 我们也寄望 当然还是要再提醒 我们听众朋友 不要错过 11月24号到11月2号 就在新北市的府中 时我就会放映 台港动画经典的作品 非常欢迎听众朋友 有空能够前往欣赏了 好 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新北市文化局 府中时务动画 故事馆 及纪录片 翻译计划专员 柯秀文 我们做非常精彩的介绍 谢谢您 谢谢历劫 也欢迎大家 有空来府中时务 谢谢 谢谢